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2021台灣運彩木蘭聯賽杯 四強的比賽 今天是來到了美輪國中足球場 要為您送上的是去年木蘭聯賽的冠軍 台東南京來遭遇到 在去年下半球季保持不敗狀況最好的高雄楊信 一開始楊信就往前要來進攻 比賽已經開始到進區內結果 我們想到楊信一開始是發動了閃電戰 到進區內看一下蘇玉軒 走路在休止了 GO 哇是國家隊的一個沿線組合 在開賽的一個第四分鐘 你看一下歐狗到進區內 左腳射門 哇 新多在這邊 趁直的把這個射門給擋了下來 哇 這邊的一下鏟 現在歐狗在左前場突破 阿萊 他們如果來協防說還有松賽 哇 松賽下鏟 等於他也算是手邊的間接助攻了 開到了一個非常有危險的位置 哇 剛剛就是田中麻煩的一腳遠射 哇 沒有是直接打到門檻 哇 哇這球悠悠 這腳射門打到門檻下面 哇 哇 這球到了右側進區李以勳來了 射門也打了一個衝天炮可惜了 從贏第一時間給這球漂亮 歐狗李秀琴到了左側進區 可是這邊沒有射門角度 在進區內扣回來 右腳射門 哎呀 結果這邊松語庭啊 給上來賣了一些些啊 松語庭 還有沒有小角度射門 心多沒有問題 就轉傳過來 朱一軒 還有 這球小角度射門有沒有球界 GO 哇 一樣是這種小角度的一個掌握於武 就是說他就可以做得到啦 我剛剛他非常 招牌著他的非常細膩的一個過人 學習要 就算起來我覺得運氣也不太好 不然如果他能夠保持健康的話 真的也是 國內的非常出色的一個球員 趕快說給一個 吹吹犯規 好 球接啦 GO 我看到這也是歐狗個人的一個爆發力了 他竟然沒有什麼助跑的情況 知道這球打的角度跟力量都會是夠誰 就開起來 突出去了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角度上面 很接近 這球協傳 的時候 裁判把這場比賽結束的哨音給吹響了 最後台中南京呢 就是靠著蘇玉軒在這場比賽的一傳一射 以2比1來擊敗了高雄陽性的 第二次 我們再次出現 一邊 最後一邊 然後 還有一邊 我們再次出現